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记得那三个问题 第一个很好回答 我先告诉你吧 那天我不染性烟 是知道避重剂的力量 你腿脚快 万一先遇到了连全 肯定会吃亏的 那剩下两个问题呢 剩下的两个问题 我之后再告诉你 和你讲一个故事吧 一对相应为命 师兄弟的故事 一对师兄弟 从小在街上乞讨 有心遇到师父 才得以习务 时间过得好快 一转眼 师弟就失不岁了 他第一次随师兄下山有力 便遇到了长马到贺家灭门的惨案 那贺家发家并非走正路 退出江湖已有多年 本少有人去找麻烦 可却在不久前 他家藏有一块天外云天的传闻 传遍江湖 贺老自知伤重难活 便跪求这对师兄弟 将贺家唯一的血脉 护送去外祖家避难 他们到了洛阳 师兄要师弟采买特产 自己独自送贺家血脉入门 师弟自然不做他想 而不久竟传来那幼童 死于敌手的消息 三年后 师兄送了师弟一笔锋利异常的软件 所谓生成客 时隔太久 云天那件小事 师弟早忘记了脑后 于是那笔软件 就成了师弟随身携带的配件 你想说是我爹司吞那块云天 你想说我爹是强取豪夺 身人之危的小人 我不知道 也不愿意知道 是真是假 你自有判断 我来看一个人 那里寻找了 我来看一个人 我去看一个人 我来看一个人 你来看一个人 那里寻找他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